当伊丽莎白被送回大船后,斯旺市长等人对救命恩人自是非常感激,可老烈的诺林顿将军却发现了那人手臂上的刻痕,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杰克船长,原黑珍珠号的海盗头子对吗?诺林顿一脸紧背地说道,海军们文言无不大惊,杰克船长威名远扬,更是政府通缉的要犯,没想到竟在此处相访,尽管他救了小医,可公不掩私,诺林顿依旧准备将他绳之以法,施以极刑。 伊丽莎白却陡然挺身站在杰克身边,自小,他便恩怨分明,只能眼见恩公,遭受不公,杰克却趁机将他擒了作为要挟,伊丽莎白满脸困惑,没想到我的救命恩公,传说中不可一世的大海盗杰克,竟是一个不知好坏,不讲规则的下三滥吗?可杰克利用人质,要回了自己的物品后,早跃身而起,拉着缆绳,窜上围杆,在长啸声中,顺着绳索,划到另外一艘战舰之上。 伊丽莎白但见他身法利落,遗弃何诚,不由暗道,原来他在控制我的同时,早就想好了逃生的办法,他的思路好快啊,可他也不讲道义了呢,杰克甩开冠军,逃入一所铁匠铺之中。 恰巧遇到归来的威尔特纳,居住当年被小伊救下的那个男孩,如今却已成为俊朗挺拔的青年,便在此以打铁为生。 这些年,威尔和小伊一直往来密切,随着年龄渐长,相互暗生情愫,却由于各自身份有别,始终无法更进一步。 威尔天资极佳,且身体强健,跟随老铁匠打铁之鱼,练就极箭之术,势力不俗,与杰克打得有来有回,虽说终不如对方转滑老练,却在老铁匠的辅助之下,将之勤获。 杰克被投入大牢之中,深夜一艘海盗船突然降临,数十名凶恶的海盗纷勇而下,高喊着冲入府邸,守卫士兵纷纷战死,伊丽莎白金句之下,夺出了壁橱,却见一胖一兽二海盗, 骂骂咧咧地走了过来,小伊听得清楚,原来,他们是被金币的异动召唤而来,不由心底量了一半,就当两名海盗打开壁橱的同时,伊丽莎白一声高呼,怕雷!原来根据海盗法典记载,若俘虏要求行驶怕雷权力的话,就必须被带去见船长,谈判结束之前都不能被伤害,所以两海盗只能抓了小伊回去,威尔本打算上前相救,却寡不敌众,被其他海盗使用盾气,基因在地。 同一时间,又有几名海盗闯入了地牢,当他们看到牢中的杰克时,却露出了奇怪的表情。 原来今夜前来的海盗船,正是名震一时的黑珍珠号,当年杰克便是黑珍珠号船长,可不知为何,同船大夫巴伯萨突然叛乱,联合其他海盗控制住杰克。 巴伯萨自封新船长,未想威严,他给杰克留了一把手枪和一发子弹,随后,将它丢在一个荒物人烟的小岛上,任其自生自灭。 那曾想,杰克竟然奇迹般地逃了出来,杰克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,当即骂了起来。 一名海盗被骂得兴起,突然急步上前,将手臂一伸,却见月光之下,那条臂膀抖得被拉出老肠。 前臂与手指处哪有半点肌肉皮肤,便是一架森森白骨。 变做骷髅的海盗,似乎突然获得了无限力量一般,一抓之间,已将当年船长控住。 杰克盲闭了嘴,露出一副人畜无害的微笑,剪辑行事,不吃眼前亏,这本是他最拿手的本领。 海盗们警告杰克后,离开了地牢,很显然,他们深陷月光之痛,可当年同为黑珍珠号的一员。 杰克船长为什么没受到这一诅咒呢? 杰克想到了那枚,稀有特纳兴士的金币,嘴角不禁泛起了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。